俗话说 十堵九诈 去年江苏立阳警方破获了多起赌博诈骗案件 我们一起来看 在2021年侦办的一起涉赌诈骗案件中 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多次在城区一家商铺 购买高科技隐形眼镜 以及配套的扑克牌等诈赌设备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 抓获了张某 在其所开的店铺内 民警查获了大量特质的眼镜 麻将牌 扑克牌等用具 据介绍 张某经营店铺多年 出售可以用作赌博作弊工具的眼镜 牌具已经有上千套 他所出售的这些设备 例如骰子 扑克牌 麻将牌 都远远高于市场价格 甚至几十倍 几百倍这种价格出售 所以在他心里是清楚 他出售的这个设备就是用于榨赌的 为了提高销量 张某还对购买牌具人 进行使用方法证的指导 而其中一些购买人就是赌博人员 首先在他的这个手机内 有大量的与这些赌博人员 我们所掌握的一些 比如说特殊外号的赌博人员 有一些密切的沟通交流 包括也一些言语上的 所说的传授犯罪方法罪 他就是在教授他如何使用 这些榨赌设备 包括比如说换排器如何使用 包括隐形眼镜配戴和这些 如何看那个与隐形眼镜配套的 扑克牌 麻状牌 传授犯罪方法罪 是只用语言 文字 动作 图像 或者其他方法 故意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 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 利用从张某这里购买的赌具 以及学到的使用方法 多名赌博人员进行涉赌诈骗 最终被警方抓获 正所谓这个十赌九诈 不赌为盈 我们应当远离赌博 赌博对于这个个人家庭 以及乃至这个社会 都有非常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应当拒绝赌博 切勿抱有赌博 发财致富的幻想